美農分館 美農分館 美農分館最初 創立的時候是在民國 72年的12月份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邊 事實上真正願用是只有二三樓 一楼的部分是还没有很完全的在利用 直到98年的时候 才正式做运动名人馆使用 也为了活化楼下的运动名人馆空间 所以我们一些活动 大部分都在一楼的地方去办理 那我们美容既然是客家乡镇 所以当然客家纹石 也自然而然是成为我们客家的特色 那我们的客家纹石里面包含了很多 举凡一些客家的杂志 或者是说客家的文学 甚至于音乐美术都含在内 我们阿联分馆成立于民国80年 我们也有创造一些特色 例如说我们将我们的书香送到军中 送书香到军中这个活动 可以说在全国是属于首创 还有呢 我们送书香到学校 到教室 到社区 所以对于我们的推广活动 可以说我们是不遗一力 把阿联打造成一个 充满书香文化的小成真 高雄市立图书馆 当初在营运呢 因为是属于比较一个偏远的乡镇 所以营运的居效呢 并不是很理想 合并以后呢 在这个这个新进的图书方面呢 去年呢有增加了1860册的图书 那这个借业率呢 从以前的507人增加为1844人 因为居住在这里的长辈呢 大概占有七到八成的人口 都有喝茶的习惯 所以要推广图书馆的话 我都是泡茶来招待他们 以吸引他们愿意来这里 所以我在一楼呢 也设有泡茶区 几乎来的人都会喜欢在这里喝茶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吸引读者 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